当前以色列仍在酝酿对伊朗的报复行动 那有关伊朗与以色列紧张局势的更多消息 我们再来看总裁记者李建南 稍早前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0月7号是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一周年 针对地溪冲突 伊朗也举行了各类的活动来声援巴勒斯坦人民 那当地时间8号 伊朗外长阿拉格西在首都德黑兰参加相关活动时候表示 去年10月7号的行动 让以色列遭受了惨痛和巨大的损失 以色列无法挽回他的失败 阿拉格西指出 几天前的黎巴嫩和叙利亚之行 是在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 即伊朗将全力支持地区的抵抗力量 以色列对抵抗力量的暂时打击 不能削弱伊朗和抵抗力量的决心 另外阿拉格西讲调 伊朗奉劝以色列不要考验伊朗的意志 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攻击 都一定会遭到更强硬的回应 敌人知道伊朗可以攻击他们的目标 因为以色列亲眼目睹了 伊朗导弹的威力和准确性 另外阿拉格西指出 伊朗不希望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 但并不害怕战争 伊朗已经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 伊朗的政策是停止地区冲突 并且达成停火 另外根据公开的行程安排 阿拉格西将在今天访问沙特 并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局势 特别是黎巴嫩的事态发展 同沙特外交大臣举行会晤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的顾问贾巴里 在9号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表示 本月1号伊朗的对以军事行动后 让以色列意识到 他们的防空系统是可以被攻破的 他透露说 伊朗在导弹攻击的同时 还对以色列的防空系统进行了网络行动 以便让导弹能够成功穿越以色列的防御 并击中相关的目标 本次伊朗的军事行动呢 打击了以色列的重要军事基地 包括停放F35的机库 遭到了严重破坏 一些以色列的战机也被摧毁